马六甲旅游的朋友都知道 在这里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观光景点 除了要看看当年宏伟有名的历史古迹 最重要的还是要品尝这里的道地美食 马六甲有许多华人社区 聚集许多华人的传统美食 而这次小布要带好朋友们认识一下 马六甲独一无二的海南鸡饭 鸡饭力 这里的海南鸡饭具有海南人传统吃法的意涵 看到这圆滚滚弹粒粒的小饭团 是不是很有趣类 据了解 早期的传统海南鸡饭是做成大饭团的 方便劳作的海南苦力 容易带在身上饱足口腹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海南鸡饭力 也就是饭团的缩小版 不仅香味扑鼻 配上传统烹制的文昌鸡 哇 可说是人间美味呀 以前是一团一团的 我们是海南人的组法 对 因为以前没有那些纸袋呀 没有那些double way嘛 他们为了方便带出去吃 就把它做成团哦 这边的盛行是一个很可爱的鸡饭 而且呢 这个饭的圆形状 有机会到访马六甲唐人街的朋友 记得登门尝鲜 小布美食趣 好吃在哪里 持续推荐中 本次节目由 小布旅游生活趣 以及台湾大云文创电视网 共同联播 让台湾看见全世界 也让全世界看见台湾 在朋友们 好